殷大哥 高姐姐 你们来得正好 小豆子 我们正要去找赵老爷呢 你有什么事 是这样的 莲姐姐派人找我 说有话要讲 当我答应了要给莲姐姐的草药还没采来 这下分身乏术了 要不 我们和你一起采药 正好可以还你和莲儿姑娘的人情 好耶 那我们快去快回 别误了你们的时差 我们分头去摘吧 哪里来的野兽 小豆子 你要是自己来也太危险了 这群野狼似乎还有后援 要是打起来怕是没完没了 小豆子 你去采药吧 我们护着你 莲姐姐够了 莲大哥 高姐姐 我们回城里去吧 小豆子 你就去找青莲姑娘吧 我们还有要事向赵老讨教 后会有期 妈 解开另一道题了 是的 第二道谜底是山谷或坑洞吧 是我老了不灵光了 还是现在年轻人都是这么会解啊 好吧 那我也不食言 那姑娘去的地方叫做雾谷 那里常年浓雾漫谷 在离浦阳城不远的东北方 谷中有战道通行 但是曲折也危险 你们如果要去 要多留神点 我们会的 多谢赵老爷 小豆子 你怎么在哭呢 莲姐姐跟我说 他要离开这里了 以后可能再也见不到面了 因为古大人要把他嫁出去 莲姐姐就是教我拿封信给高哥哥 高哥哥看了 大叫一声就冲去太守府了 我想 高哥哥也是不舍莲姐姐走吧 嗯 事情似乎不太对 师妹 我们还是先到太守府瞧瞧 莲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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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爹逼死了你 莲儿 莲儿啊 这 这是怎么回事 莲姐姐 他 高大哥 你 你这畜生 禽兽 莲儿 莲儿为了你而寻短 你居然 居然还笑得出来 瘦就是瘦 怎么也不会有人的感情啊 是的 我是野兽 我就是一只不折不扣的野兽啊 什么人世间的情爱 什么永恒的真心 那是妄想 那是痴念啊 明白了吧 看到了吧 死心了吧 你就是兽 到死都是一只兽 不管怎么样 也不会是人哪 高大哥 我以我这双眼珠子力士 我要永远刻骨记住 我只是一头兽 人世间的一切一切与我相关的 就是只有弱肉强食 只有力量的追求 想要什么平稳安逸 那全不是我该有的 我的宿命就是杀 杀 力量 我给你力量 这 这是什么声音 二师哥 怎么了 来人呐 糟了 这样下去 今天这里非闹出人命不可 二师哥 我们该如何是好 现在只能想法子 制住高气兄 也不能让差异们和他互相争斗 两败俱伤 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到 但也只能先试试了 这次 我的主力会应该做好 大家�应该做好 这个当然不是 现在我们认识的 我们这些小达水 让我们下转了 我们下转了 五五大达水 我们下转了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只觉得一阵晕血 这里不是一开始的入口吗 看来这物骨战道被人设下了迷阵 什么 那师妹可有好法子 我想想 有了 师父曾经教我破禁符 但是我那时没有好好学 只能够催服将出路的屏障破除 此地战道复杂 不是符所破解之路还是会存在禁制的 所以我们还是得自行摸索正确出路 也好 眼下也没他测了 师妹快行服役吧 嗯 那么我这就行仪 服见静 气破近 路开皆明 应该成了 二师哥 接下来就是咱们的运气了 看来就是那些符咒 隐蔽了真实的方向 师妹 我们联手将它们破除 二师哥 我们继续吧 又一个禁止烧毁了 新的道路出现了 师妹 咱们走 已经彻底驱散了 一定是这边没错 高气兄 原来你在这儿 那不是双双姑娘吗 他怎么了 怎么倒在地上 这是怎么回事 力量 果然是很强大的力量 高大哥 你们是谁 想要跟我高气决一胜负吗 还是也想要这把剑 不可能的 没有人可以赢得了我的 我要杀了你们 糟了 高气兄似乎失去理智了 师妹小心 力量 谁想要追求力量 都过来吧 又是这个声音 这些妖物 都是他吸引来的吗 二师哥 你听到什么了 说来话长 我们得先制服高气兄 保护双双姑娘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强大的力量 就是这种强大的力量 这才是我所追求的 这才是真实的 解锋 那么我就能得到你了 一如弹纸 何成问题 剑下 找到了 人在这里 终于到长平镇了 我们快找渡船口 搭船到浦阳吧 二师哥不须这么着急 上回我同师傅 从这搭船到浦阳 机梯出发 未知日落山头就到达了 咱们还有半日的时刻 就先歇息一下吧 啊 真是对不住师妹 我只是一心想着赶路 未曾顾及旅途之劳顿 苦了师妹 同心急的我一起奔走 也好 我们就先四处逛逛 歇息一会儿吧 有了 码头还有一艘船 可是并没看见船夫 看来我们得先去 找着船夫才行 年轻人 你们是外地来的吧 小夫妻两个 是要来长平镇定居的吗 呃 不是的 我们不是 不是来定居 哦 呃 那是来搭船的咯 呃 是的 请问你老人家 是不是知道 这艘船的船夫 上哪儿去了 哦 呃 你是说船夫 方老三是吧 呃 他昨个下船 就急忙跑来 找我抓一位药引 可我这儿没了 也无可奈何 呃 不过 看他心急如焚的样 我也不忍 呃 所以就指点他 到这镇的东北方 约莫十里的 江边树林子里 那儿 或许还有的采收 他就急急地跑去了 哪知从昨个到现在 都没见着人影 这 这么不错 巧 是啊 如果你们小夫妻俩 急着搭船 不如帮个忙 去找找方老三 否则 等我的伙计 打蒲羊采购回来 也是四天后的事了 二师哥 我想 反正咱们还有半日 不妨就做个顺水人情 说不定那船夫真的出了什么事 我们能够找回他 也是替自己行了方便 嗯 师妹说的也有道理 那么镇长 我们就先告辞了 不过我得澄清一下 我跟这位姑娘 只是同门师兄妹 不是竭离夫妻 这一点 请您不要误会 哦 是我误会了吗 哈哈哈哈 哎呀 那真是抱歉得很 谁叫你们俩 如此登对 只叫老人家好生羡慕 哈哈哈哈 好好 慢走 慢走 二师哥 别人那么说 你 很在意吗 当然 我个人受凭事项 可你一个尚未出嫁的女孩家 明洁清白 可就姿势体大 我不希望让你 就莫名地蒙上不白之冤 我 可是我 我不在意 什么 师妹 你的声音好小 我没听见 没 没什么 二师哥 我们快去找那个船夫吧 女孩家的心思真是难猜 反复无定的 有人的哀号声 哎呀 救命啊 谁来救命啊 这位大叔 您怎么了 我 我摔伤了腿 动他不得 哎呀 好痛啊 二师哥 小心 大叔 您可得多撑着点 我这就扶您回长平镇 这位大叔受伤了吗 二师哥打算怎么做 这位大叔 看来在此受伤许久 身子十分虚弱 若是弃他于不顾 恐怕会有危险 所以 我打算先扶他回长平镇 找人救治 紫云派没等到咱们 一时半刻 也应是不会离开的 大不了到时 挨上一顿师父的责备 只是 怕会连累师妹 二师哥 二师哥不用担心 你如此仗义诛人 师妹虚心学习都来不及了 绝不会怨你的 我们快回镇上吧 耽误大叔医治就不好了 他只是扭伤了腿 擦破了皮 将伤口敷个药 应该就没事了 那就劳烦镇长 照顾那位大叔 我们得赶紧再去找船夫了 先告辞 呃 等等 你们不知道他是谁 他就是你们要找的人 船夫方老三哪 阿师哥 你瞧 这真的是叫老天有眼哪 大叔 实不相瞒 我们是想搭您的船去浦阳城 只是 这四下就只剩一条船了 而且我们有石刻上的预定 所以 要赶时间是吧 没问题 虽然我的腿受了点伤 但是没什么大碍 只是 就是一整天没吃东西了 我怎么又得起 劳烦两位少侠 先到渡船口挡我一会儿 让我先去田田肚子 好有气力开船上路 没问题 方大叔您就安心地去田肚子 我们俩先去渡舅等您 多谢镇长的指点 那我们就先行离开了 老人家 这船夫也找回来了 您还有什么可探的 两位少侠 两位少侠有所不知 我们长平阵向来与世无争 可是近来不知哪里来了一群妖物 正如你们所见 这些妖物实有伤人 这次要不是你们 方老三怕是凶多吉少 二师哥 我们 我们能不能帮帮长老 嗯 如果不是长老帮忙 我们也没法启程 正好船夫也还在休息 耽误不了什么时间 两位少侠果然好心 老夫感激不尽 我这就告诉两位 妖物聚集之地 不过 还请少侠多加留意自身安危 确实有一股妖物的气息 师妹当心 这数量比我所想的还要多上一倍 不可大意 老人家 镇子外的妖物已被我们除尽 您无需再担心了 哎哟 多亏了两位 要是再这样下去 真不知道还会伤及多少人 过了这么些时辰 船夫应该也快准备好了 事不宜迟 我们得出发了 老人家 您多保重 大叔 我们可以开船了吗 呃 咱们是可以开船了 只不过 这位姑娘 她也想搭船 这位姑娘 但是 我们可是先抱下这艘船的 方大叔 您不会不守信用吧 哎 这我当然明白 更何况你们救了我的命 可是这位姑娘 她也很急 呃 她是不介意 跟你们共搭一船 只是你们 很抱歉如此唐突的要求 只希望两位看在同事及时所逼 能够将心比心 给我一个方便 我们有要务在身 况且 我们同姑娘素不相识 你这要求 令人好生为难吧 只是共乘一船 何来为难之有 感情两位是少年侠侣 嫌我爱了两位的眼 这自不成问题 我可以独自待在船的一头 绝不去惊扰两位恩爱浅全 这位姑娘 你有所误会了 我们只是同门师兄妹 情义如手足 并没有任何不可告人的情势 姑娘不介意同搭一船 我们自使欢迎之至 阿师哥 这位少侠真是快人快语 好爽不羁 那么我叨扰了 委屈了两位恩人 老三 我真是过意不去 我穷光棍一个 也没什么好报答两位的 希望两位少侠 不嫌弃我这破船 肯让我尽着绵薄的一己之力 还偿恩情 也省得我来世 再来惦念不忘 方大叔 您太客气了 我们就在此先谢过 之后就有劳您了 师妹 你方才怎么了 你不是一向 最乐于帮助别人的吗 更何况 一个单身的年轻姑娘 只是同搭一船 你的反应 何以如此拒人于千里之外呢 二师哥 若是平时 我自是不会有任何意义 但是我们现在身负护监重责 他要是个宿命平生 伴着异特的陌生人 我担心 原来如此 师妹果然心思缜密 但是这位姑娘看来 如此坦率豪爽 加上我们护送剑侠之事 又无他人之道 师妹大可不必如此精不皇位 我 我 我 阿师哥 你可别笑我 我只是 有不好的预感 总感觉那姑娘 并非善累 师妹 你太多虑了 虽然那姑娘的扮相 异特 又是金色的毛子 但有可能并非中途人士 而是来自异国的外客 师妹不可如此随意揣测 误解陌生之人 好了 快别想这么多了 咱们快点打理打理 早期上船 别让人家久后了 就是这样 阿师哥觉得如何 阿师哥 咦 哦 什么 阿师哥 你心不在焉 你有心事吗 没 没什么 我只是 一时分神罢了 阿师哥 你 你在想些什么 可以说给我听吗 啊 没有什么 只是 呃 我 其实 师妹 我在想 阿师哥 你想说什么 就尽管说吧 我 我都是支持你的 我就晓得师妹 一向节我心思 其实我是想问问你 如果我这样贸然去同那位姑娘说话 是不是会 太唐突了些 那位姑娘 阿师哥为什么想去跟她说话 我只是想 她一个孤身的姑娘家 既然都肯放下身段 跟我们同搭一船 我们却完全不闻不问 是不是太过不近人情 常言道 十年修得同船渡 既是有此机缘 何必如此冷漠呢 同时在外之人 理应互相照应才是 阿师哥说的没错 但是 师妹别太操心 我们鲜少有机会下山 难得有此契机 说不定 可以多结交几个朋友 岂不是美食一桩 阿师哥 你 你什么时候走过来的 你偷听我们的谈话 真是抱歉 很不巧我天生听力 就敏于常人 更何况此船也不大 江山又静谜 并非有心窥探窃听 请两位见谅 这不碍事 我和师妹 也不是说些什么重要的话 既然姑娘 也落落大方 心怀坦荡 我们也不会放在心上的 既然少侠这么说 足见少侠也是豪爽的性情中人 那可夫请教两位如何称呼 在下殷千阳 这位是我的同门师妹 高皇君 原来是殷公子与高姑娘 真是幸会 我叫双双 换我双二就行了 既予护道姓名 没有把酒言欢 就未免有覆着夜色美景 方才船夫告知我这船舱内 备有水酒小菜 不妨我们就喝酒闲聊 肚子凉消如何 那自食不成问题 你们聊 我去陪方大叔说话 免得他太累睡着了 师妹 看来高姑娘对我有所成见 那么我就不便多做打扰 我还是独自回我的船尾 省得讨人嫌 双二姑娘 请你原谅我师妹的无礼 她向来都不是这个样的 或许是有事让她心里头烦闷 才如此势态 请让我代她向你赔个不是 好说 殷少侠客气了 那么如你所言 方才的邀约还做不做算 其实我在这船上也正闷得慌 既然双二姑娘一介女流 都肯如此驱咎相邀 我殷某焉有不应之理 只是酒量浅威 姑娘莫多见怪 咱们是浅浊 可不是好饮 殷少侠就不需操心了 那么我这就去准备酒菜 有劳双双姑娘 这场面可打去得紧 殷少侠果真是个木头脑袋 不过高姑娘这边也得照顾照顾 这下可怎么才好啊 还是先听听殷少侠那边吧 就怕她那木头脑袋 把双双姑娘也得罪了 原来双二姑娘是来自异国 难怪外貌伴拙如此异于中途 你说你居住的城市叫幽都 恕我直言 这名听起来似乎灰暗阴森了些 我们不谈这个 殷少侠 真是二口 我叫你一声殷大哥 你就喊我一声双妹如何 不会怪我唐突失礼吧 我平白多了个好妹子 高兴都不急 有何唐突之罪 只是 只是这萍水相逢的缘分 也只能够维持到对岸 就要烟消云赛 双妹是要上哪儿去 我们或可结伴而行 不可能的 你不会再想见到我的 双妹此言何意 我 此等感伤的话 休在此刻再提 我们还是以着薄酒 静着月色吧 高姑娘 一个女孩子家 要是饮酒过度伤身可不好 高姑娘 你别怪方大叔我多嘴啊 你们和那个姑娘 只是萍水相逢 渡船之源 到了濮阳 鹰野就各自散了 一个人在此喝酒生闷气 何苦呢这是 我 我也不明白 只是见到师哥 他看见双双姑娘的眼神 我就 心里头不舒坦 哎呀 这也不能够怪殷公子 像双双姑娘这么貌美年轻 连我方老三这不惑之年 都忍不住多瞧两眼 更何况年轻气盛的殷公子 人非圣贤哪 再看看殷少侠那边可否顺利 双妹 其实我 怎么 头好晕 哎哟喂 还真是不上酒力啊 也罢 他好好睡着也不是坏事 我就不多过问了 鹰大哥 你是好人 我亏欠你的 有来世的话 我一定偿还你 嗯 还是得开刀开刀高姑娘 哎 我说高姑娘 你这个叫做戒酒交仇 仇上加仇 当心很快就喝醉了 哎 哎 真是个倔性子的小姑娘 哎 哎 哎 头真的有点晕了 我真的醉了吗 哎 哎 看吧 年轻人总是不听劝 得啊 哎 这下两个都得躺着过完这城了 我还是自个儿看看远方的青山嘛 终于醒了 二师哥 你真是让人好生担心 我 我怎么了 我只记得我和双二姑娘一起喝酒 然后呢 双二姑娘到哪儿去了 我怎么会在这儿 我是喝醉了吗 二师哥 你就是不听我劝 偏要相信那个什么双双 这下我们被他害惨了 你倒还惦记着他 害惨 怎么了 难不成他做了什么 他掺了迷药在我们的酒中 将你我迷晕 然后他 他带走了九仪天尊剑 什么 这 怎么可能 这可不是我瞎说 是方大叔告诉我的 他说我晕了后 他还好心地将你我扶进船舱内 船府一靠岸 他就背着剑侠走了 临走前还告诉方大叔 这是你送他的纪念 他 他狂我 什么纪念 我压根没说过这种话 这我也清楚 我当然相信二师哥不会如此轻率 就这样把事关重大的物品 交给素不相识的陌生女子 即便他 即便他再怎么样貌美感人 二师哥 我 说错了什么吗 你不要这样 你的神情吓坏我了 难道 师妹觉得我是个信号余色的灯头子 不 不是的 师哥 我 你原谅我口奔辞桌 我没那个心 罢了 总之神剑丢师 是我不对 我早该听从师父之言 不可忘心他人 如今神剑既因我所失 我就会父子寻回 二师哥 我跟你去 师妹就别跟着我吧 否则到时候 连累你一同受到责罚 不 神剑既是我俩一起护送 丢师之责我也有份 你要我先回师门 岂不是要我先受罪责吗 反正责备惩罚都免不了了 就让我一起跟你去找回神剑 也得一起将功抵过 好吧 那我们得快走 起码先躲过来接见的紫云派人的 是紫云派的人 我们快上另一个方向走 等等 这边也有人过来了 是大师兄 大师兄怎么也来了 这下是躲不过了 这不是殷师之吗 我们正要找你 殷师之果然少年殷解 能够在短时间内破解斩龙台之谜 尊师应当以你们为傲 殷千阳拜见牧师伯 师伯过奖了 不用磕套 那么剑侠呢 快快将他交给我 前去杨之剑种封印 以免误了时辰 这 怎么支支吾吾的 莫非你是不想交出剑侠 想战为己有吗 徒儿们 别放跑这两个家伙 戏叫 杀心 莫师伯 以和为贵 咱们暂且停手 我可以帮师弟作证 他倒是没有私自藏起剑侠 哦 那么 他只是把他送给了美娇娘 所以当然没有东西可以交出来 什么 这是怎么一回事 殷师之 你倒是解释个清楚 是 是晚辈无能 遭到一名女子 下了迷药骗早 好个迷药 我看 你是被美色魅惑了心智吧 不是的 牧师伯 我是跟二师哥一道的 我们真的是被那女子 借贡成一船之游 下了迷药而失去意识的 哼 你们明知护剑乃重责大任 须得一心全意 谨慎为要 而你们居然还让陌生之人共乘一船 分明就是意态散漫 了无戒心 如今神剑丢失 天玄门与你师尊颜面 皆被你们丢尽 这次 要是方老兄脾性再怎么好 也非被你气到大动肝火不可 晚辈知错 晚辈一定会负起寻回神剑的责任 哼 这件事本就该你全权负责 否则要是神剑一旦遗失落入人世 你可知道将会引起如何严重的后果吗 晚辈是以性命将神剑找回 否则 否则将自决 异常辞罪 哼 这是你自己要发的毒誓 可不是我教唆威逼你的 最好十天内 能够将神剑寻回再次封印 否则 被封印的力量将会逐渐觉醒增强 到时就不是你我等能够压制得了的 你最好记住 我们走 师弟你也推冲动了吧 天下茫茫 你要上哪儿找一个人 就算你找到那名女子 难道他就会承认是他拿走了神剑吗 大师兄何以也在此处 是师父欠我先来此 拜后穆师伯 免得你万一误实未到 或是出了什么岔子 我也好向穆师伯先行知慧致歉 那大师兄怎么知道神剑被窃之事 我到濮阳后 皆有派师弟们轮流到渡船口丁梢等候 你们下船时就不见剑侠在身 二师弟又由船夫与师妹搀扶至客栈 想当然因是神剑被窃才是如此 有何奇怪 那大师兄何以知道是被女子所窃 这个万船夫不就一信阿楚了 你们这是在质询我 师弟不敢 多谢大师兄的护卫 我要尽快找回神剑 先告辞了 二师哥等等我 哥 原来你在这儿 你别走得那么急好吗 我差点就跟你走失了 二师哥 你 还在生气吗 我能气什么 把神剑遗失是我的过错 只是 既然是护剑大师 为什么大师兄却故意不出手相帮 是吗 二师哥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不懂 大师兄方才说 他这几日都有派师弟们盯着渡船头 那么一定知道有人看见双双姑娘带走了剑侠 既是如此 大师兄为什么不下令追回制止 大师兄他 他 我知道从小大师兄却看我不过眼 总想看我出岔子 闹笑话 但这等护剑大师 可不是孩子把戏 他居然也袖手旁观 着实令我心寒 二师哥 你不要跟大师兄闹拗 是我跟他拗吗 孰可忍孰不可忍 这些我心中自有分明 师妹 我不是对你发怒 我只是 二师哥 你别这样 最起码 起码我是站你这边的 师妹 我感谢你这份心 可是十天之后 若是找不回神剑 恐怕我们就得 下辈子才做师兄妹了 不会的 二师哥 我们一定会找回来的 要是 没有找着的话 你也别傻傻地寻死啊 我们可以 可以逃得远远的 隐居山林 永远不问世事 过着与世无争的 惬意日子 好吗 师妹莫说傻话 我岂是言而无信 贪生未死之辈 而且这是我一人之事 与你何干 你不必与我一同奔命逃亡 别瞧她看似娇弱 那只诡异的大匣子 她还坚持自己呗 不让我有效劳的机会来 可不是嘛 虽然是个难得见到的 美丽女子 但是却不太搭理人 敢问两位兄台 方才所谈论的 可是一位金色同谋的 年轻姑娘 是啊 你认识她吗 还是你也见过 在下 在下和她是熟识 和她有余 只是不巧走散了 请问两位知道 那位姑娘在哪吗 这个我们是不清楚 我们不是本地人 只是今儿个早上下船时 恰巧错身的 哪会晓得这么多 不过 不知道这算不算 等等老兄 我看这位少侠气宇不凡 说不定能帮我们的忙 要不就借机卖个人钱 不必客气 兄台直说就是 唉 我们今天刚送来一批货 就不知道被什么人偷走了 一打听才知道 这地方有水贼出没 应该是被他们藏哪儿去了 兄台尽管放心 我们会帮你们找到货物的 那可太感谢了 等你们回来 我们就把剩下的事情都告诉你们 一言为定 看那边 几位好汉 那些货物 可是你们的 哎 让你们慢慢吞吞的 这下被人发现了 快 把这两个家伙打晕 然后赶紧溜 真是不打自招 师妹 我们上 这些是你们的货物吗 哎呀 就是这些 真是感激不尽 我这就告诉你们 剩下的消息 说来惭愧 我是瞧见 他跟一个白胡子老头问话 其他的 我就不知道了 基本上 蒲阳城 我是不大熟识的 你可得自己去找了 我们这么辛苦 帮你们跑腿 你们就知道这些 师妹 两位兄台 多谢指点 在下鸣谢 就此告辞 是不是就是刑商所说的 白胡子老人 老丈 冒昧跟您打听一下 最近可否有见过一位 背着剑侠 穿着义特的姑娘 背着剑侠的姑娘 是啊 她是跟我问过路 没错 那真是太好了 请问老丈 是否可以告知 她的去向 你说 你是她的朋友 可是她一再地叮嘱我 不可将她的去向 告知任何人 老丈 实不相瞒 这位姑娘的那个剑侠 是她从在下这里偷走的 此物攸关在下的性命 请您务必行个方便 虽然你说得挺像回事 可是我答应了那位姑娘在先 你又没凭没据的 这我怎么好不守心一会儿 不然我有个折中的法子 我向来爱出些迷儿让人猜 不让到没几个人 有这等机制才是 你若能解除我两个迷 我就说那姑娘的去一下 好 反正命都豁了 猜个迷儿也无妨 解得出就是我姓 解不出就是我命 老丈 请出谜吧 那你就听仔细了 第一个谜题 什么地方明明一滴水也不见 可是确实这世上最多水 多到留不尽之所 这 我就说没几个人能解我的迷儿 看你一时三刻也解不了 等你解出了这第一道题 再来跟我问第二道题也不迟 可恨我现在心烦意乱 脑中也是毫无条理章法 实在猜不到谜底 可是这又是唯一的线索 这下可怎么得好 虽然我解不出这迷儿的底 不过我倒是有个法子 方才听她说这城里 没几个人能解她的迷儿 那就表示有人能够解她的迷儿 师妹的意思是 找出这个人 是啊 这总比我们哭作胡想要省时得多 咱们不妨就四处向居民们问问 说不定可以找出此人寻求帮助 看来也只有如此了 你就是小豆子 怎么你看起来挺讶异的样子 是啊 我没名没姓 大家都管我叫小豆子 有什么需要我跑腿的吗 别瞧我年纪小 是啊 我是没料到你年纪这么小的 其实我是有一事想请你帮忙 原来是这样 我可以带你们去见连姐姐 可是她会不会帮你们 我就不能保证了 你们先到衙门口等我 我帮婆婆收好药材就过去 这小豆子 去了也有一会儿功夫了 二师哥 你看门口的那两个差役 好像一直在盯着我们 别在意就是了 这位差役 我们只是 说了还不听是吧 兄弟们 吵家伙 小豆子 你今儿个来找青莲姑娘吗 是啊 这两位是我的朋友 他们想起连姐姐解谜呢 但你们怎么 是这么回事吗 大兄弟 作有得罪 差役爷您也是尽职尽责 何有得罪一说 就让她过去吧 没事就好 青莲姑娘今儿个没出去 八成又在老地方了 小豆子 你小的位置 求由你来给两位客人带路吧 多谢差役 银哥哥 高姐姐 跟我来吧 放心 有我在 姐 你果然在这 小豆子 今儿个怎么有空来瞧我 是啊 喜久没见到林姐姐 我也闷得慌累 不过今儿主角不是我 我带两个 想见你的朋友来找你 在下殷千阳 这位是我的师妹 高皇君 因被一迷所困 素闻青莲姑娘 灵心巧智 故特此前来求教 这位少侠客气了 小女子谈不上什么大智慧 只些不上台面的小聪明 对猜谜略有心得罢了 不知少侠的谜题为何 是何人所出 不瞒青莲姑娘 这是城里一位赵老爷所出 因为在下 要跟她打探一个人的下落 故她出谜 要在下破解以交换 赵老爷 你说的是那位 爱鸟城吃 是迷如罪的赵老吧 她这人就是这般古怪 不过她的谜也是足了我的谜隐 你说吧 她这回是出了些什么蜜 谜题是这样的 什么地方明明一滴水也不见 可是却是这世上最多水 多到流不尽之所 在下奴顿不得其解 还请青莲姑娘指点 看来赵老不是刻意刁腻 这明儿以他的习惯来说 倒是不难 其实这个谜底 就是天老爷呀 哦 我懂了 日头初时 当然是一滴水也不见 下起雨时 当然就是流之不尽了 老天下雨自古至今 当然是最多水之所 青莲姑娘果然聪慧过人 在下甚感钦佩 殷少侠甭客气了 既然你急着寻人 就快去违土 免得耽误了 多谢青莲姑娘 那么在下就先告辞 她日若有机缘 定当图报 赵老爷 我将谜底解开了 您的谜儿是指天吧 哦 小伙子你倒挺不错啊 我还真是错过你了 那么就给你提示吧 阴晕缭绕 谷中战道 这样子应该就明白了吧 啊 阴晕缭绕 谷中战道 这 这样提示还不够清楚吗 那么第二个谜 赵老爷 你不会一直出谜吧 而且 为什么我们一定得回答两个谜 一个不成吗 啊 我没说吗 因为你们要找的那个姑娘 她可也是打了两个谜儿 我才告诉她路的嘞 你们不是赶时间吗 那就听好了 什么地方明明空无一人 可你说话就是有人回答你 唉 又是个怪题目 这 唉 慢慢地想吧 哈哈哈哈 看来我只图知习武 巧思却真是一窍不通 而双双姑娘 却能够一次回答两个谜题 足见她的会心闽思 二师哥 你还惦记着她吗 她都陷你于不义了 你还 我 这我也说不上来 我总觉得 她这么做是有苦衷的 应是非出于她所愿之事 唉 陷下之际 还是只能再去一趟太守府 上请青莲姑娘 再帮一次忙吧 等等师妹 我们好像有半了 哼 这么快就发现我们了 这位大哥找我们有事吗 有事儿 你们两个在渡口找我们兄弟的麻烦 还问我有没有事儿 原来是上门寻仇的 拿麻烦你们快点出手 我没时间一个一个解决 诶 请个小看我们 兄弟们 吵家伙 你 倒是耽误了我们不少时间 师妹 咱们快走吧 似乎有人先到一步 我不在意 我也不会放弃的 只要你的心意是真的 就算要我高齐跪在她的跟前 我也不会犹豫 七哥哥 你切莫委屈如此 莲儿的心意虽然坚真 但是不值得你堂堂男儿下跪受辱 若老天真难成全 就 就来世再结连礼吧 不 连妹 你别发傻念 是谁 对不起 千连姑娘 我们是不是打扰了两位 哦 原来是殷少侠与高姑娘 没事的 我们只是在说些私下话 七哥哥 他们就是我刚刚跟你提的 来托我解赵老的迷的两位新朋友呀 哦 原来如此 我叫高七 是个不大东理数的粗人 两位年少侠侣可别见笑 是高大哥 我们本同姓氏为高 那就八百年前同是一家 高大哥就莫客气了 倒是打扰了您与清莲姑娘在此谈心 我们先对不住就是 哎 先别说这些客气话 两位此次前来 莫不是赵老又出迷了吧 殷少侠不用客气了 请将谜题告诉我 我尽力试试 是的 此次谜题为 什么地方明明空无一人 可你说话 就是有人回答你 嗯 看来赵老真的没有刻意为难你们 只是你们应是一时新交 想不通道理罢了 其实这个谜底则是谷坑 有谷有坑 喊话回声 就是如此了 原来如此简单 我们都没心想到这层道理上 怎么回事 你们是怎么进来的 上次看在你们有小豆子担保 才放你们进来 现在老爷有令 任何人不得擅闯衙门 既然你们私自潜入 那我们只好把你们请出去了 高齐兄 我们把你牵持进来了 哪有的事 你瞧这阵势 很明显是冲我来的 倒是我连累了你们 话不多说 先冲出去 有什么等出去了再讲 不过 我这边也有隐情 怕是承受不了大伤 凡请两位少侠护我一程 我高齐必报此恩 不必 这是我们五人的本分 师妹 咱们护好高齐兄吧 你们是谁 为什么闯进我太守府 爹 他们是我的朋友 在下殷千阳 冒昧前来 是位求助于青莲小姐 你这丫头骗子 黄花闺女交什么朋友 你们都给我马上离开太守府 尤其是你 你这低俗的禽兽 你又来做什么 我不是说过 你要是敢再来 我就要对你不客气吗 爹 别为难高大哥 是我 是我自己想见他的 你知道的 我喜欢高大哥 我们是相许的 请爹成全我们 你这贱丫头 真是丢尽了我的脸 平时我教你的礼数呢 都到哪儿去了 爹啊 我虽然是女儿身 但我也有追求自己 一生幸福的权利啊 高大哥对我是真心的 我也是真心的 爹不是也一直希望 我能够幸福吗 你 你分明是想把我气死 不会 我不会让你们如愿的 来人哪 把这些闲杂人等 给我赶出去 统统赶出去 来呀 我高齐岂会怕了你们 不 高大哥 你先离开这儿吧 连妹 你这个禽兽 还不快滚 高齐兄 我们一番自意叨扰 被逐自是没有任何可冤 但是你 你跟青莲姑娘 这件事与你们无关 我倒是要多谢两位少侠 要是没有你们出手相助 我也不知道身上会多挨几刀 我还是到客栈观点酒 暂时忘却这件烦人的事 先走一步 高齐兄的样子 我实在是放心不下 师妹 我们去客栈里陪陪高齐兄吧 你就别再闷不作声地猛喝酒了 燕兄弟 你们怎么跟来了 这边坐 掌柜的 给我送他好酒来 坦言一句 燕少侠 您觉得我这人如何 虽然交谈未知百句 但已足感高齐兄的豪之爽朗 真情之幸 是吗 实不相瞒 我 我并不是人 我乃修炼千年 拥有化形之力的黑熊 你是黑熊精 师妹莫得惊慌无礼 万物皆有灵性 更何况 能够修得千年化形 高齐兄 我阴谋 向您至上亲近之意 亲近不敢当 不过 却是我感怀 对我来历 毫不讶异的 燕少侠是第二人 高姑娘反应倒还正常 大部分的人 都是吓得掉头就跑 说来自残 大多人们 本就是排挤异己之性 面对高齐兄 这等一人 一般来说 几乎是金黄奔逃为守念 这我也明白 因此 我本都在深山中折服 曾有天人献身指点 告知我 必须秉除杀念 如速前修 如此 方有机会 尽身先烈 我汗手领兽 直至七年前 七年前 我因勿施毒草 神志昏尘而焦躁地 在山中乱闯 不慎被截队狩猎的村民发现 我无意伤他们 可是他们 却对我射箭致锚 我伤痕累累地逃窜 险些凶性重启之时 一个年方十多岁的小女孩 虽然偏庭娇弱 但眼中却是无味的勇气 她看到了我满身的血与伤 竟护着庞大身躯的我 藏在高草石缝中 在皇制方向让猎户们错追 这个女孩就是连妹 其实她与我最大的恩惠 并不是她护卫我的举动 而是她的善性 换回了我的理智 让我在修炼考验的悬崖上乐疆 不至于在当下一时冲动 误杀了那些人 我一直感念在怀 于是在能够化人形之时 决定下山找寻她 好好地向她道谢 半年前 我来到了濮阳 凭着直觉与对她气息的记忆 我认出了正在教孩童们 吟诗唱曲的她 当时 她竟然 这位大哥 您也有兴趣听词吗 我 是啊 这曲儿真好听 是吗 这曲儿是我自个儿胡乱编的 黄枪走板让您见笑了 诶 我没见过你嘞 你不是浦阳城的人吧 啊 是 我的确不是浦阳城的人 我是来浦阳城 找人的 哦 找什么人 瞧你就知道是生客 或许我能帮你提供点消息 我 我是找我的救命恩人 她是个十多岁的小姑娘 身上有股清雅的莲花香味 就 就跟你一样 是吗 那她姓什么 名啥 这 我不知道 哎呀 莲恩姐姐 这位大哥哥一定是喜欢你了 嘿嘿 你看她脸都红彤彤的 嘿嘿嘿 哎 小五不要乱说 嘿嘿嘿 莲恩姐姐的脸也红了 嘿嘿嘿 哎呀 你们这些小皮童 真是不相欢 哇 莲恩姐姐生气咯 我要溜了 对不起姑娘 若是方才多有师太得罪 我向你赔不是 斗胆请问姑娘 是否曾经到过泰山 是啊 你怎么知道的 那么 你可曾出手 救过一头受伤的黑熊 哎 是啊 你是那头黑熊的主人吗 呃 我 我 我 呃 是的 姑娘 请恕我冒昧问一句 为何你当时会拯救那头熊 它很有可能会把你一口吞吃下肚 你不害怕吗 害怕 当然会害怕呀 只不过 当我看见一身是伤了它 我却觉得它应该比我更害怕 尤其是 其实 我那时瞧见了那头熊的眼神 我心里直觉的 它不是一头普通的熊 我小时候跟爹爹看过被捕的熊 那股子星神与野性 在龙里嘶吼的狂象 那真是令我难忘与胆战的 但是你那头熊 我非但闻不到半点兴气 还有一股令人安心的野草香味呢 嗯 就像你伸上了这个味 嗯 你怎么了 啊 是我太顺利了吧 真是对不住 不 不是的 我 哎 这位大哥怎么不说话了 啊 对了 忘了请教您贵星大名 我 我没有名字 哎 为什么 你 姑娘 不管你信是不信 我其实 就是那只 蒙你所救的黑熊 嘿嘿 姑娘为何发笑 莫非姑娘 以为我在说笑吗 不不 不是的 我是想 有你这么憨直的熊吗 怪不得你要吃素了 想到这儿 就禁不住笑了出来 嘿嘿嘿 呃 姑娘相信我的话 你不害怕吗 我方才说了 如果你吃素 我还怕你吃我 更何况 我护了一头熊这回事 除了我自己以外 知道的 也只有那头熊了 说你是那熊的主人 才真的不太合理呢 是 是吗 姑娘真是慧之兰心 嘿嘿 别说这些客套词 话说回来 你真是黑熊化成的人形吗 我之前曾在一些爹爹 不许我瞧的书上 知道也有修炼得到的 仙兽灵琴 没想到 我真的可以见着 真是人雀跃呢 事实上 我不只相信 也很神往 对了 你可以教教我吗 我是不是 也能够修炼成天界的仙子 呃 这 我 我是说笑的啦 出乎意料的 他非但接受 也没有表达出 丝毫的鄙视 不由得使我那个念头 加速生根萌芽 这也是我最不该之处 高大哥 你 是不是喜欢上了清莲姑娘 是的 我发现自己出现这个念头时 我其实是相当惧怕的 我 只是一只野兽 何有资格 别这样高大哥 我想 清莲姑娘她 应该是没有嫌弃你吧 是 我何其有幸 连妹她 她说她喜欢我的单纯率直 没有心机 还说什么 甚至连人都比不上的 我这名字 还是她给我起的 所以 或许这也是我的考验 其实古大人 也是个正直清莲的好官 所以连妹性子 才会如此落落大方 也因此 连妹本认为父亲应可接受 岂止古大人 虽不讲门当户对 但我的身份 她大大的震惊 发了一顿雷霆之怒 便不准连妹再出太守府 更遑论与我相见 无论我如何恳求 她都不肯答应 我本也想放弃 但连妹她 我 谢谢你们听我 吐了这么多的苦水 两位应该还有自己的事吧 高某不耽误你们的时间了 慢走 其实我觉得 高大哥跟清莲姑娘这样子 还算是幸福的 因为至少 他们是相爱的 师妹 你在说些什么 啊 什么 没什么没什么 二师哥 我们快去跟赵老爷 换取消息吧 若非那位姑娘出手相助 我怕是又要动手伤人了 此番独居临终 一定要养好性子 什么事 好不容易从地界逃出 又陷入野兽重围 难道老天爷 就是要我葬身此处 这只黑熊 为何 看你还有力气说话 合不住我一起冲冲重围 哎 好 好的 有了吗 哎 多年修行 今日又害性命 希望救人一命 可抵此罪过 这位 呃 大 大哥 啊 感谢你出手相救 我倒只是顺手之为 倒是姑娘 独自出没这幽灵中 危险自不必说 倒也叫人好生奇怪 我 大哥虽然相貌易于常人 但愿救我 别是好心肠 我就跟你都说了吧 我本也不是此地人 五年前 我出阁之日 不想被山贼所劫 我好不容易趁夜出逃 没想到又误入地界 为酒离人所掳 虽然 也不像坏人 希望我今日所为是正确的 这药包 我也且留着 就当是对自己良善的提醒 该上路了 斛 那